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17日 今天海外的万卫网 转发了自由亚洲电台的一篇评论 一篇文章 作者是高新 高新是天安门1989年 非常有名的 这个广场四君子之一啊 后来这个 一局到美国了 不太参加这些政治活动啊 只是每天写作 他写的文章啊 涉及到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啊 这个是非常知道内情的 而且这个文笔非常漂亮 我经常看到啊 这高新 这个是能够就是说真正的沉淀下来 仔细的研究啊 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格局 也能分析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啊 有的时候还能爆出一些这个猛料来 这个非常有意思 今天这篇文章题目是栽倒在 公共情浮群下的两个国家领导人 预备人选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 李威的关系图 也就是一个很多高官啊 都被他玩在这个鼓掌之上 很多高官拜倒了在这 尸中群下的一个女子 其女子叫李威啊 给大家看看 可能其实以前已经报道过 网上曾经一段时间吵得很热 李威 这旁边这两位高官啊 这个都市城啊 陈同行 但是人们早都遗忘了 因为中共就是这样 用这种权力不佳制约的体制 诱惑这些年轻人 或者一些这个各个方面的人 进入这个入党升官发财 进入这个决策层 爬一步爬上去 爬上以后呢 就给你这个 要用你的时候 让你拿到这个不受监督的权利 往往都是党的权利也有 政的权利也有 这个所以说很容易啊 这个腐败啊 因为人都是普通人 七情六欲 吃喝拉扎碎 妻子儿女 没什么奇怪的 恐怕每个人都挡不住 这种物质上的诱惑 但是只要你在内斗当中倒下了 就共产党就翻脸了 过去那些所有的一切就不算了 全部算总账吧 一算总账的时候 那这是很惨的 但是不要忘了 虽然习近平高喊反腐败 但是毕竟是选择性 一部分人倒霉 更多的人逃脱了惩罚 这个所以说 尽管有可能成有上半场 但是未必有下半场 所以说 这个很多人抱着侥幸心理啊 急到这个 这个 执政这团队当中啊 那么一往大家都知道 这些非常有名的 布吉·戈尔摩尔 这个还是省级的 布吉的 厅级的 等等 像都市城 现在还有人随知道 陈通海随知道 已经逛到大牢里去了 对不对 但是 还有些人知道 李威啊 因为这个故事 够香烟 够狗血 人就是这样啊 比较猎奇啊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讲到什么 讲到赖小明被宣犯死刑 说卫生 他也 积极先取些法 但是却不偷杀掉了 这个原因很多 这里才也讲到了 这个 陈通海啊 联系了陈通海 也联系了这个 这个 陈克杰 这个王怀宗 等等 因为陈克杰杀掉了 这个王怀宗杀掉了 这个 陈通海没杀掉 对不对 这是什么原因 这里边 这里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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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掉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 有的 有利公表现 这个 活了 有的有利公表现 杀掉了 他就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 为什么不杀 这些人 反正杀了这个 赖小明 这个 讲了很多的原因 但我认为啊 这个 不杀赖小明 主要是因为 不杀这个 陈通海啊 这其他人 杀了这个赖小明 这个 还有陈克杰等 这里 其实就是一句话 就是选择性 这个 抓腐败分子 反腐败 完全是权力斗争的 一个工具 一个借口 它是不公 不公平的 所以每个人 不可能等量器官 你相同的事 你像陈通海 当时他的钱 那是很惊人的 一个数字了 但是他为什么不杀 他还是看 据说是他爹 过去也当过 政法科领导 叫了不少这些 这个 互混狗党啊 这都给他说情了 对不对 这个 所以说 同样子 要犯罪 有人结局就不同 赖小明 为什么他最后 他也是感到 这个 不服气 这个 根据网上披露的消息 他也提到自己是 有重大力量表现 以及 也积极坚举揭发 那是因为 要杀他 为了震慑 这个 国资委的领导 对不对 国资委的领导 就是李克强的弟弟 在那个地方 这是 国务院系统的腐败 是习近平最感兴趣 他设到权力斗争 习近平想通过 赖小明这个事 这个警司警司 这个 对立派啊 不仅仅是 什么杀义清白 让他们连接 不可能连接 这种政治制度 你画了谁都是一样 上了以后 你想赖小明 既是这个 董事长 又是 这个 党委书记 当初的书记 那么多的权力 基于一身 你想 那底下那么多的这个财富 随便就可以支配 一支笔 一句话 一个点话 一个条子 你想就能这个百万千万 你说哪有几个人不倒下来 你有了钱到一定成的 你肯定了 这个意思 一个是吃喝玩乐 你肯定就有很多美女 就云记着 一些美女心想 我和你这个床上 做做健美草 这辈子就行了 那暂而然有一些 不想勤劳致富的 辛辛苦工作的女人 就想走捷径呗 好的这个香包 好的这个化妆品 好的服饰 好优越的生活 这漂亮的车 对的房子 那每个人都是这样 追求这些东西 只不过有些人 他是就有底线 有的人是就有不择手段 所以赖小民身边 肯定粗拥着这些 这些声色全马的东西 很正常 至于说你出事了以后 那就看 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 肯定不公平 党管司法 党的领导干不管司法 那是随关大 谁说了算 你陈德华 中德华 那个时代的背景 和现在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习近平 他反腐败 他想的 我通过把他杀掉 想是震慑了 这个 其他的国外系统 这些官员 你们不要跟着 李克强太紧了 尤其李克强 这个弟弟李克明 还当过国资委的 街市会的主席 你们这些人 不要以为 挑战我 因为我能力差 低能耳狂妄 但他有他的办法 我事儿办不好 但是我可以抓人 控制中纪委 控制公安部 王晓鸥 控制军队 张有霞 他把这几个控制好 那谁挑战不了他 他就一句话 他在这个材料上 这个皮诗赖小民 严惩不带 就完了 如果他写上 这个 还说立足于挽救 就两个句话 一句话就行了 下半天就抛台了 马上就开始 运作 运作完了 这法官坐在上 都是摆当 我才知道 走在监狱走一趟 我才知道 是不是法院 法院就像 报社那些记者编辑 一样的 就是一个 一个傀儡 上面领导决定不杀 私缓 他就开始念读了 这个 基于他的 利用表现 主动推赃 认读态度好 等等就开始了 要想不杀了 一定要杀 领导还是要杀 那么他就得 这个 法律这个文书当中 就改一改了 反正是 中文的表达 这个 弹性太大了 就忽悠老百姓 我认为 当然他这里也讲到了 另外两个高官 同样倒在女人 这个事上 两个高官也讲到了 其中提到了 这个 这个 徐永耀 这徐永耀 说些的话 这个我 可能比任何人 都 痛恨 这个徐永耀 因为我这个案子 就徐永耀 包装 宣染 夸张搞出来 和薄熙来勾结 据说薄熙来 就为了搞我这个案子 这个 给这个徐永耀 行贿了五千万 这笔币 通过这冷藏车 在大连 从这个徐明手里 拿了钱 送到北京去 说薄熙耀 还嫌少 这个另外 当次薄熙耀 联手 就是李铁英 李铁英 薄熙耀 拨起来 他们几个人 把我这个案子 整个大牢了去了 我的心里 非常清楚 说薄熙耀 这个人 非常贪婪 腐败 不仅是敛财 而且 相应的故事 也是不少 特别多 当年给陈云 当秘书的时候 这个陈云 就派的 到广东 走一圈 走一圈 据说 我听广东省 记得记得告诉我 拿了个大袋子 装钱 没到个地方 就装满了 这薄熙耀 特别贪 胆财大 为什么 你想他是 当时的陈云秘书 薄盖着他 他回信到时候 是起上买架 也好 还是 分一点给陈云 也好 也不知道 这个人也是 非常狡猾 贪婪 这个心都 心狠手辣 就是为了 这个 就为了扶这个 这个拨起来一把 扶持 拨起来一把 再加上李铁印 和他打招 一定要给我这个事 整到监狱里 这个故事多着呢 这个人是坏透了 但是他为什么 这个在 胡温这个时代 高新奖的 2007年的时候 只是让他 因为他涉及到 也涉及到 这轻浮这案的 臭闻 女人这个臭闻 所以为什么 也没处分他 就是让他 这个不了了子的罪恶 退下来就完事了 那就是因为 他的背景 你想他是 陈云的秘书 你想陈云在党内 除了邓小平 就是陈云两人 对不对 虽敢惹他的底细 同样是腐败不敢动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 2007比较棒 那是什么年代 胡温时代 胡温时代 胡女涛那个人 你说温家宝那些人 他哪敢动 这个中共这元老的情信 对不对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徐无耀 其实他会 拨起来的关系 那是绝对是铁呀 跟徐民人关系也很好 都到了假期 我听说 这个 习近平为什么不敢动 因为习近平 也是反腐败 也是选择性的 你看习近平抓的腐败分子 适应到这个 官二代 红二代 正皇期 没几个 就波西来 他之所以整波西来 不是因为 波西来腐败 而是因为波西来 和他正老大 对吧 而且整波西来 主要是胡锦涛和文家宝 像习近平 他这个反腐败 他心里很明白 就是一场 这个权力斗争的 一个工具 这个 徐无耀当的 也很狡猾 就是说 推了以后 他不想有的人 还去议论 批评 习近平 可能他心里也烦 但是 他却会威心的 送养 因为他本身搞 安全部呢 整天监听 跟踪 骚扰 下散烂这一套 他也知道 习近平现在肯定 通过这个国安部啊 这些敌戏们 对其他的阵地 包括推下来的元老 那每天都24小时 监控的 讲每一句话 这个都是 这个 近在他们的言心当中 所以肯定是 做得比较漂亮啊 反正是 这个钱多的花不了 你想 他在我这一个案子上 他就跟我许 要了五千万 你就想一想 五千万从徐明 那个拿算什么 大连的民营旗下 多来 行贿的手段 他不转账啊 用冷藏车 例如装在海线上 大袋装 送回北京去 所以在大连 这个企业界 很多老板都知道 这当然徐明也死了 这事反正 不了了之了 所以说 你揭开这些 中共构层 权力的黑幕 你才知道 他们每天坐在 那个主席上讲的话 全是倒过来看 他们比这个历任的 这些领导人 领导人都贪婪 是人杂 真的 就非常的坏 我听说他们 给他们送礼的时候 说是送一个房子 里面还带着 就是给送一个女人 甚至有外国女人 这个在里面 给他当那个 就说是 就做这个家务什么 其实什么家务 就是给他们做新工具 说这些官员 包括这个虚荣耀 就李铁印 这些什么 所谓的红二代 那都烂透了 但是习近平为什么不敢动 他怕动药 他统治基础 是不是 因为他牵引发 而动全身 你动了这个 那个有一届 他是在这些人 支持下 接掌这个权力的 他在为他们努力 所以他反腐外 是针对什么呢 叫呼吻这个派系 和江泽民派系当中 一些参与 对他不满的领导人 这个搞这套东西 完全是一个大忽悠 所以这个高欣 他还是分析的 还是基本是对的 就讲到这个 环绕在这个情色当中 倒下这些 中共的一些 高官 他们今天之所以 这些相应的故事 别人感到惊叹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大家 大部分人 没清楚过这些 这个上层的领导人 他们把自己封闭得很严 在一个下小的权力运作 再加上虚伪 这个狡诈 掩饰的比较好 一旦揭开这个面 会感到他们的 这种丑恶 可以这样讲 是人类最丑恶的 一群体 是非常会的 一首点诗成绩 一首指路为马 这个腐败连着枉法 这是肯定的 因为你腐败 就有人可能知道 知道有的人 书生气 可能做报道 报道救人之情 他就可能掩饰这个腐败 开始抓人 找各种借口 打击政敌也好 是打击那些 感言的人士也好 就制造一些冤假错案 这两首都是并用的 所以这个 不过李威这个 这个小故事 不过是他们 狗血剧当中的 一个小插曲 一个阴府 反正这些人 包括徐荣耀在内 都是安度晚年了 你是到了晚年 那个 你就忽死一生 也不知道多少了 是不是要在身边 粗拥着 直到死为止 这些人将来 都是实际上 将来 中国如果转型的话 都会彻底的清算 问题是 他们现在是 太有钱了 这经济实力凶厚 手段才 太卑劣了 用监狱和警察 统治这个国家 所以说 一代一代的 不断的延续 这种统治 而习近平 不过是他们 这个推举出来的 两派斗争 推举出来的 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 这个代理人 他现在搞这个 反腐败 运动 完全是对老百姓 的一种 这个欺骗 那么今天的 海外七三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